高度,其實你在這麽多年的演藝新鞋當中 其實我看到在網上有一些資料 和你平時跟我說的有些出入的 這個網上出現的就是關於某某人的往事 最近都很多,不一定是講我 我留意到也有很多人去掌故 講回以前,當是一種回憶 或者是舊時重提,講回演藝界 或者是很多生活上的 講回一些新聞人物,講回以前是怎樣怎樣的 周不時都會有 最近網上都有好幾個電影人 和我同輩的,我都見到有幾個都出來講回 當年八九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拍電影的那些東西 由於我在那個年代成長,我會比較敏感 聽到之後就發覺有些東西是有出入的 即是他們對於往事的那個記憶 無論他們的舊時重提 有幾大的真確性,或者是片面 或者有些甚至是根本是亂說的 亂說的 是說錯了東西的 我都留意到有 那麼多位,可能在網上或者在不同的地方 都曾經聽過類似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想高度去解答的話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都是那句,請大家幫幫忙 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將影片廣傳給心理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 都像你們一樣 在高知心油館和文論盡香港 一起暢所欲言 那公道,其實可不可以講幾個例子出來聽 我呢,有幾個例子在我心裏 有些不肚不快 因為講的人本身 可能是不是記憶力衰退 或者是他們根本是有目的地亂說的 或者他們根本資料不足就斷估 幾個case都有 我第一個case 我很想講一位演員叫周志輝 他是香港話劇團的演員 周志輝最近在一個網上的被訪問裏面 提及到《家有喜事》 這部92年的賀歲片 他演出了一個角色,就是一個醫生 毛定香 毛定香喪心病狂 隔離性全身機能失調症 就是經他把口說出來 他接受了一些網上的訪問 就講到他拍這場戲 但是不知道是否因為他的記憶力衰退 就是他根本都記錯了 或者他根本就 我用的評價就是他亂說 亂說 他就在那個節目裡 他講到他拍這場戲的時候 他的體驗或者體會就是 現場周星馳改了劇本 根據他的說法 他說周星馳來到現場 將高智森的劇本 就改了 現場周星馳都推翻了 就說這些不好笑的 全世界就站在那裡 等周星馳現場量量 然後才拍完那場戲 我在這裡就很想說 這個完全是錯的 這個記憶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還是 他根本記錯了 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為什麼不可能發生呢 應該是在兩人對戲嗎 嚴格來說 我這樣說他 我就不是亂來的 我是根據當天的 那個分鏡頭的事實 來講的 因為我是導演 我知道怎樣分鏡頭 看畫面大家就會知道 這個戲是有一個 就是在當天的拍攝 是有一個拍攝次序的 嗯 首先我就認定 那一場戲 是谷德超和我已經讀好了 包括這個癲癇的狀態之下 有什麼病症 有什麼病症 接著我們看回周星馳的反應 但其實是有一個分鏡頭的 那我的拍攝程序呢 我不怕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呢 就應該是講 周四輝呢 他其實是只有兩組鏡頭 是和周星馳是同畫面的 嗯 第一組呢 當然就是講 他在講述病症的時候 突然之間 周星馳突入鏡 就親了陳淑蘭一口 因為那個病症叫做 武大武勢 然後呢 嘩 大嫂的寫真是武大武勢 那就是一組 另外一組呢 就是他講這個無敵向喪生病狂 結果就被周星馳一腳伸他 殺開五隻腳趾 然後他就飛彈到牆 砰 大家明白了 這個呢 就和周星馳是同畫面的 是只有兩組鏡頭的 而事實上我的記憶 肯定沒有錯的原因是 因為那天拍攝呢 我是先拍了 他們講周星馳的定精的那一組 嗯 當時周星馳是未到現場的 周星馳那天呢 是遲來 早走 嗯 我就先拍了 他們 坐在那裏講病症 拍到差不多了 周星馳到 我說周星馳你撲到鏡頭 神素蘭一口 啊 這麼笨 是啊 這個病症叫武大武勢 先拍了 然後我才拍周星馳的 所有的病症的反應 什麼月經前緊張 那些 所以其實周星馳到場的時候 所有的病症已經講完了 已經根據劇本 完全講完了 兼且拍完了 然後我才 其後才拍周星馳 怎樣去呼應那些病症 嗯 可以出題目給他考試 那樣 拍了個這樣的 叫月經前緊張 你怎麼做啊 好像考牌一樣 做個病症 考他怎樣去react 嗯 我很記得這天的拍攝程序是這樣的 於是呢 我就認為呢 周智輝他說 其實那天就是 周星馳來推翻了劇本 現場大家看著他來量度 由周星馳去量度 所有的條段和情節 這個是不真確的 不可能 而周星馳呢 當日只有一句對白 是周星馳去量度的 有一句 嗯 是哪句呢 是 就是 月經前緊張 你玩我啊 四眼仔 那個是周星馳 你玩我啊 四眼仔 是有了月經前緊張 你都現場 周星馳才會 突然間 我拍攝程序嘛 是 你給我一個反應 他一做 你玩我啊 四眼仔 那個是他量度的 是拍攝程序之後爆的 我很記得 接著拍完那張鏡頭 周星馳就下班了 於是他就很失望 因為再接著拍的 就是張萬玉 張萬玉才來 他很喜歡跟張萬玉對手 這場戲是拍於很開磋的 是 那麼他就失望了張萬玉 跟著鏡頭 就是沒有跟他同場 於是他臨走還特別跟我說 他說 那句話 我最後爆了一句 你玩我一聲 那句話應該可以的 你用那句 他就量了一句 所以我在這裡 要講一講 周智輝如果你記憶力衰退 你就不要亂說了 當然我跟周智輝是合作了很多次的 包括他在南海十三樓做太事工 他做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我用他做白樂歌 然後人間有情 他的表現都是很好的 我喜歡這個演員 但是你看這個訪問 你會看到他就是記錯的 嗯 記錯的 這個記錯的 對我和郭德超是不公道的 因為呢 其實《家有喜事》 所有周星馳的戲 我可以告訴你 去到現場是不改的 因為我和周智輝拍了十七日戲 我用了大概二十五日 是和他單對單去講那十七日戲 不如下個星期 有周智三天通告 我今個星期就會提早 和他單對單 去量度下個星期要拍的通告 量度到細分到畫面 細分到對白和反應 我們怎麼分鏡頭 我都和他一起去想 目求是說周星馳一來到直立 沒錯 他來到現場他不改劇本 這件事不是我講的 王八明最近他都跟人說 其實周星馳的人說他難搞 他其實是不難搞 因為我是用這樣的方法去管理他 嗯 那這時候來到現場 有一場生氣很痛的 你不明白啊 生氣很痛的 張國榮說 周星馳量度一下對白 看一看一看 重點可以加料 好笑一點 不懂了 劇本已經算好了 一字不改 他來到我現場 為什麼可以一字不改去拍呢 因為我之前已經和他做足功夫 而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和他這樣量度呢 單對單量量度 還有一段故事 就是當時周星馳的女朋友 羅惠娟住在我樓上 是的 大家都住在雲景台 某座 我住十樓 他不知住二十二三樓 然後在羅惠娟家吃完 他就打給我 導演 搞定 上來吧 我就按升降機上去 都不用15秒 已經去到羅惠娟家 在廳裡 通常我們兩個人 女兒在地上 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我們在那裡量度 羅惠娟呢 就抱著一個 鎖筍坐在沙發 傻癡癡地 看著我們兩個在那裡笑 所以 所有周星馳 在九二街 有喜蝕的對脈 其實 所有細節 是羅惠娟的第一個觀眾 嗯 他是已經process了我們 所有量度 如果再早點要吃 就一定是去 是去Irland Changlilá的 Lobster Bar Lobster Bar 是飯堂來的 如果不是 就回去羅惠娟那裡 在廳裡 他就在那裡聽 羅惠娟 凡是好笑的 他一笑 我和周星馳兩個就看一看 這條橋 他是一個驗測者 punch line 的驗測者 就是這樣做了很多人 這個也是 我要推翻廣話 去到現場 周星馳都推翻了一些東西 現場周星馳在那裡 大家看著周星馳 是全部周星馳都推翻出來的 這個是錯誤的記憶 肯定是錯誤 還有 為什麼他要這樣說呢 我不太明白 他是不是受到 他那個網站節目 那個訪問者 是不是有意引導 或者希望他用這個方法 去扭曲了這個背後的真實的事 我不太明白 除了周星馳事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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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其他 一些電影橋團 你覺得 咦 為何那些人在那裡 說這些東西這麼有趣 還有第二個事件 不是網上的了 這個事件 關乎電影資料館 他最近搞了一個 德寶電影回顧展 德寶我拍了《富貴迫人》 《富貴再迫人》等等 講的人叫陳學仁 他有個藝名叫陳奧圖 他拍了幾部電影 他最近也在大學有講書 他就在電影資料館 拍一個關於德寶電影公司的紀錄片裏面 他就說了一番說話 當然這個紀錄片本身 電影資料館是有發給我看的 叫我給意見 他就說 用於在德寶電影展覽裏面 放出來的 我一看完 我真的覺得扯火 陳學仁在那個紀錄片裏面就說 所有《富貴迫人》和《富貴再迫人》的劇本 都是董彪在現場改劇本的 他說董彪、肥肥是很難過得他們那一關 因為別人的經驗又豐富 但事實上董彪、肥肥 是那部戲很久沒做過電影主角的 即是沒有做過電影主角 那部戲才是第一部 幾乎可以說是第一部做電影主角 肥肥是十幾年 都是做《歡樂今朝》沒有拍電影 第一部做回《富貴迫人》 董彪就不是第一男主角來的 做電影在當時他是講馬的 他當時做電影就是做大配角 即是沒有做過主演的 我是第一部和他們兩個主演了 陳學仁在那個紀錄片裏面 他就說了資料本發給我看 就叫我去看看這個片段裏面有什麼內容 有什麼意見 我當然很有意見 因為陳學仁在紀錄片裏面說 去到現場董彪是扔劇本 這樣也不好笑的 扔了劇本 然後現場是董彪 你們坐下我說一句 你們抄一句 這樣寫完當日拍的對白來拍的 這是陳學仁的說法 我看完之後就覺得太誇張了 如果這個是電影資料館的邀請 當事人對著鏡頭 怎麼都應該有些嚴肅 好好記一記 這件事在他的口中這樣說 是可能還是不可能 譬如他說 周族明、馬偉豪 谷德超幾個編劇加上我 都搞不定我董彪 這個說法就很錯 第一 劇本最重要的編劇是我 在拍《富濟逼人》和《富濟再逼人》 董彪在現場是沒有改過劇本的 基本上是我說怎麼演 什麼對白是交給他 他去演的 這件事不是我講的 當時攝影師溫文傑先生 或者說陳逸詩 李麗珍那些全部現在都還在這裡 他們知道現場是一個什麼環境 周族明和馬偉豪是幫我讀劇本的 去到《富濟再逼人》 谷德超都還沒有回香港 我是拍《富濟再逼人》 去到加拿大 谷德超當時是我的助手 兼是我的司機 他在讀《Simon Fraser》 他都沒有參與過《富濟再逼人》的劇本 所以陳學人是亂說的 他根本這三個片 谷德超都還沒有入行 在《富濟一》和《富濟二》 他都還沒有做編劇 那他怎麼會說 谷德超是其中一個編劇呢 這就是首先資料錯誤 第二 他應該是記錯了 《富濟迫人》拍到第三集 由於我和《宇人泰》已經離開了《富濟》 董彪在現場罵《高滿佳》 就說劇本不行 就說了一句話 之所以高志森成功 就是劇本是這樣 劇本有這些優點 你現在拍第三集 沒有這些優點的 就有抓著《高滿佳》 怎樣去改劇本 可能啊 但我不在現場 我有聽過 反而就是 董彪拍第三集的時候 有表達過對劇本的不良 陳學仁 很明顯他記錯了 因為我敢說 董彪在一、二集 對劇本沒有半句意見 這一句 不是我說的 就是你完全可以問回 現在當時在拍攝現場 還有很多人 董彪有哪一場戲 有哪一句對白 是他有改的 或者有 contribution 就可以現在問回 還在圈中還活躍的 大家都可以問他們 可以求證於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 當然我立即對電影資料館 作出抗議 雖然有人這樣說了一堆東西 大家都 可能電影資料館 發這段片給我看 都是求證於我的 於是我就跟自己 電影資料館說了 這一段一定是錯的 我認證聲明 這段是錯的 他們都從善如流 有聽過的意見 在大家看的 德寶電影剪的 那個影片放映 即如果他在現場 在剪下 我就有現場的電視機 我後來看到是剪走了 陳學仁說的這番說話 是剪走了 這是另一個 我認為是屬於 不知是記憶力衰退 還是亂說 還是故意 可能是故意 我希望不是故意 那《高度》其實你拍電影 也拍了很久 那有沒有一些近期的例子 可以說一下呢 最近期的例子 我覺得都是 我就認為這個是 可能是道聽途說 或者是斷古 或者是刻意生改事實的 就是舒奇 舒奇導演 不是女演員舒奇 舒奇導演 當然他和我的政見不同 但是他和我有合作淵源的 嗯 就是以前是在一起的 我監製過他兩部戲 一部就是《虎道門》 也都是他最成功的一部 那部是我監製的 一部就是《基佬40》 都是我監製的 林子祥和陳小春做的 其他不說 我就先說他最近在鏡頭前 就讚我這部電影 那部叫《十方》 嗯 他在鏡頭前 標題都寫了 他說 雖然就是這個 《蚊筆》和《牛筆》 我想就是課費 或者是發行費 《蚊筆》和《牛筆》 但是《十方》真是好過《梅艷芳》 《十方》和《梅艷芳》 兩部電影 他認為《十方》真是好過《梅艷芳》 那當然很開心 雖然我非常同意 那作為導演我當然非常受樂 他這麼說 但是他在影評的演說裡面 他就說 《十方》這部電影 之所以成功 是因為梅艷芳歌迷組織 提供了一個好好的劇本 一個真實的劇本 那麼高志森就拿去拍了 那我就想說這一點 雖然《蚊筆》和我政見不同 但是他在這個問題上 是不可以斷估的 不應該刪改這個事實 《梅艷芳》歌迷組織 在《十方》這部電影 就是《招花式》 《十方》和《絕袋》這部電影 是向我提供了很多個歌迷的真實故事 大概有十幾個 那是由我負責揀了五個歌迷的故事 然後再將它交織在一起 當然《梅艷芳》歌迷組織提供的 只是一種真實的故事 我們是用歌迷的角度去講梅艷芳 但是不是提供了一個劇本給我們 事實上這個劇本也是有徐詠衫 有許俊邦 有朱志立 幾個和阿皮一起創作 有她幾個寫的 然後拍攝就是我和梁柏豪 兩個一起聯合導演 我監製 這樣去完成 當然這個劇本的 最後劇本審閱 當然也是在我身上的 嗯 所以我自己又覺得 如果你說這個完全是因為 《芳心》會提供了一個劇本 我們去照拍 這個是不真實的 不真狂的 而實際上 《芳心》會不可能提供這個劇本給我 完整劇本提供給我 因為在整個編劇的過程 我是用了一個創作的手法 這個創作手法 是可以refer到 去到王詠 詠詠的一部黑白片 他未曾成名之前的一部黑白片 我是用了那個方法去做我這個劇本創作 創作是 隱瞞資料來源 我又不多說 那部電影是什麼名字 黑白的 主要是不同的人去說一個人物 五、六個人去說 但是那五、六個人 不同的人說出來 那個人物都是不同的面子 有不同的面子 最後就交織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人物 被描述的人物 這部電影對我來說 我後來在創作電影《陰陽創》 我也有嘗試用過這個手法 不過 《新藝城》電影公司沒有用 所以我用了在《十方》這部電影中 用了在劇本創作中 也都很榮幸 《十方》是拿了中美電影節的年度最佳導演獎 也都拿了溫哥華華語電影節的四個大獎 也都在加拿大 加拿大蒙特利 就是Montreal的中佳電影節 拿了最佳製演獎 以及在新加坡的電影學院 最佳香港劇情片也都獲獎 所以我覺得要公道一點 不可以說 可能它是盜聽圖書 或者斷鼓 或者刻意去刪改事實 不過這個說法也是不真實的 所以 正確證明 其實高度 我和你合作了一段時間 其實有一件事 我都不知道怎麼問你 只要問就行了 其實有一個叫支票事件 張國榮 是的 支票事件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相關資料 關於高度 你又拿了支票出來 給記者看 也寫了一段時間 也寫了一段時間 張國榮三的大志 然後就說 原來哥哥最後 回到頭 就說這張票 是達人票的 變成的情況 就是高度 你拿了假支票出來 就騙了張國榮 其實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這樣的 我拍完這個 我和春天的約會之後 我和東方 當時阿伯明 應該是約滿了的 然後我就去了家和 家和 就肯支持我拍攝 我在十三年 這個最重要 我在其他的電影公司 不知道未必會有人支持 這部電影 相對來說 我是特別喜歡的 我轉了去家和 當然 家和也很有興趣 希望能夠 我和張國榮合作 他們很想用張國榮 在當時 我約了張國榮出來 就和他在 那個叫Hilton 香港島 Hilton 下面的地牢 有一間叫Cat Street 摩托街 我在那裡和他坐下來聊 那我就說 我很想 我和春天的約會 原來這種懷舊歌舞是可以的 我就找你想 叫阿道那位 寫了一個故事大方 就想找他拍 《香港花月夜》 當時的名字也有名 叫《香港花月夜》 就找張國榮出來談 張國榮就表示 很正面 那一間我就說 異話不說 我就開了一張 應該是一百萬的支票 給他 交給他 那我就 當是 大家有言在先 給他一張支票 然後當晚 回到家之後 當晚大概九點幾十點 我就收到他的電話 把他打給他 他說 原來 我和阿百榮 還有些事情要做完才行 意思是 他跟東方那邊 還有些承諾 所以這張支票 我暫時 我退回給你了 他沒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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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我退回給你 這件事我們再談 以後再談 我笑一笑 我大概知道什麼事 翌日他找人 發了一張資料給我 老實說 那件事 很明顯 就不是我個人的行為 來的 但是一百萬 怎麼會拿出來 當時是個導演 導演仔 來的 那一定是 家和電影公司 是授權我這樣做的 並且是有 在那一百萬的問題上 是有回應我 OK 那這個就不是我作的 因為 家和電影公司 當時的人 蔡永昌先生走了 但是其他當時的 會計部 David Chan 都應該還有其他人 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知道這件事 是 王八榮都應該知道這件事 因為很明顯就是 蔡國榮 他收到那張Chan之後 他一定是 找了八榮 談判 大家明白 於是 可能 百榮是承諾了他一些事情 當時 他一刻就打給我 說 我也是接受不了這件事 我推翻了支援給你 嗯 接著他就幫 幫東方拍了今天本堂 拍了大三聯 所以這也是之後發生的事情 我就不是說 什麼事情 就是說 這麼多年來 我都沒有再說這件事 因為實際是 沒有什麼值得特別說 他一定是最大的得益者 一定是張國榮的管人 他一定是最大的得益者 然後 就 他退回中資 要給我 也跟家和說 沒有了 那你背後我的那件事 就是我一退回 你背後我的那一百萬的款項 那件事就沒有了 問題是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當時的東周刊 那個記者 他好像叫Mabel 是訪問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東周刊 知道這件事 嗯 就訪問我 然後呢 就做了一個報道 我只能夠根據事實說 我真的 開那張check給他 他退回給我 然後張國榮也沒有錯 他說那張check是假的 東周刊 刊出來那張check是假的 因為東周刊 是沒有看過那張check的 那張check是假的 是東周刊自己製造的 圖片說明 是自己製造的 嗯 然後就刊出來 後來呢 張國榮他在電台訪問 後來他說這件事 他說我發放一張假的check 給東周刊 但是東周刊 那張check是假的 是東周刊 是東周刊自己製造的 圖片設計的 他是Dummy 算了 又吃死貓 唉 這件事來來去 就是這樣 我真的約過他出來 在Cat Street 我沒有理解 真的和他offer 有故事大綱 是的 因為我約了他 我就叫他杜國威寫 寫了三頁子的 《香港花園》 歌舞片來的 嗯 然後他真的收了我的check 真的會無力承諾我 會跟家族拍這部戲 然後在當晚大概九點十點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跟東方還有一些承諾未完成 退一張檢查給我 就說以後再談吧,不要說死 但是他真的有一個訊息給我 我跟家和姐解釋一件事 大家知道什麼事 就是這麼簡單 問題就是東周刊當時有一個登面 為什麼東周刊會知道呢? 不是我主動生了東周刊 可能是家和放你給東周刊 可能是張國榮自己放你給東周刊 可能是張國榮自己放你給東周刊 我都不知道 反正在東周刊找我訪問這件事 他說如實就是這麼多 東周刊自己就做了一張圖片設計 張國榮拿著圖片設計說我冤枉他 我沒有什麼冤枉他 但是我剛才很想問 因為有些報道說阿哥生生氣了你 是 其實是不是因為這個支票事件 還是什麼事? 肯定不是支票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支票事件應該發生在1994年 但是在1997年年尾 他還跟我合作了一套叫做《九星報喜》 我們做非常之好朋友 很愉快地拍了這套 在番茹取景的 在南山取景的 叫做《九星報喜》 張國榮可能到最後是有點生氣了我的 就是在拍《九星報喜》 我們通常很愉快 如果因為這件事 《九星報喜》幾年之後的《九星報喜》 不會合作得那麼開心 但是合作過程裡面 還出現了什麼事呢? 是張國榮主動跟我說 高智深 給了一張好牌給你上 我跟陳寶珠打完麻將 陳寶珠打麻將的時候 他想復出 不過不想拍電影 他想做舞台劇 就問張國榮 如果做舞台劇找誰 張國榮當然找到高智深 高智深 給了一張好牌給你上 就是叫我主動去找陳寶珠 約他復出 做劍雪浮生 劍雪浮生 陳寶珠復出 就是二十多年復出影壇 就是張國榮給我的好牌 不過在講這番話的同時 張國榮還跟我說了一句 搞什麼事情 遇我 說了這一句 好 遇你 我心想 如果就算搞定這件事 你決定做劍雪浮生 應該是他做唐笛森的角色 但是如果陳寶珠和張國榮的劍 只有一千個座位 我賣幾千張票 我賣三千元張票 都遇不到 是不是 到最後我是用了鄭溫浩 鄭溫浩因為南海十三郎 拿了金馬兄弟之後 我是用了鄭溫浩去做唐笛森 去做劍雪浮生 那於是 應該張國榮如果有點生氣 我呢 是這件事 還不是支票事件 就是支票事件一定沒有可能會想 沒有可能是他會想 因為他知道支票事件的最大的得意者 就是他自己 是不是 我沒有損失 家旺也沒有損失 是不是 但是唯一的最大的得意者 就是他自己 就算他在電台上怎樣說得好 說那些什麼 你知不知道他是假的那些 他怎樣說得好 他都不會是 因為那件事生氣我的 但是這件事他可能是 有些生氣了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再過了一段時間 這件事當然很成功 再過了一段時間 在他過生之前 可能是一兩年 是有一隻Cash的一個晚宴 黃尖 黃雨絲坐在我旁邊 張國榮走過 望一望我 沒有跟我說話 望一望我就 哼 這樣 瞇了我一眼 是 沒有跟我說話 就瞇了我一眼 就這樣 哼 這樣 我也想問問 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這件事生氣 這麼說服心 真的要找他們 你有沒有計算成本 做不做得到 還是一定做不到呢 天價 如果我要做一百場 那裡是說十幾萬觀眾 我平均票價 可能要去到 兩千元張票 三千元張票 那時候是如日天宗的張國榮 剛剛復出的陳寶珠 我真的不能夠想像 我應該是賣多少錢一張票 但我們有沒有十幾萬的觀眾 是可以賣到 二三千元一張票 去養這部 當時是幾年買 一九九八年 九八年 現在的話 可能會說 回內地就可以了 但九八年的內地 沒有這部市場 沒有 九八年來講 還未開放 電影的合拍才剛開始 舞台劇還未開放 即是說 很多香港的製作可以上去做 就算上去做 你也不是行行 買二三千元張票 你說現在 二十二三年 二千元三千元叫你去看一場 你不是賣 賣 Defender of the Opera 都沒有這麼貴 你也未必要去看 所以當年 二三千元 所以其實他那句 他那句話 如果真的談得成陳寶珠 你遇我 我 這樣吧 我都沒有說 什麼什麼 我都不是這樣的 我只想想 李家陳寶珠 就算我談得成 我賣多少錢張票 那時候演唱會 都是四百元的 那時候演唱會 四百元而已 如果張國民家陳寶珠 當然厲害 歷史性 不過問題是 有沒有十幾萬觀眾 賣了三千元張票 這是一個問題 聽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剛剛四件事 包括有家的喜事 還有富貴逼人 神方 還有支票事件 你又覺得 你聽完高度說完之後 你心目中又怎麼想 所以網上有很多 眾所紛紛的事情 這個又去記憶 講回以前的舊事重提的事情 那個又去掌故 但是我發覺 有一種亂說 或者斷古 可能是有心亂說的 可能是他斷古 也都可能會有些 刻意去刪改事實 刪改事實的意思 就是去掉 就是將某些人 在這個演藝圈裡 盡量不要提他 盡量將他去掉 那這個就是 我亦都 我不敢說 哪一個是有這些 本意 就是立心這樣做 或者他們可能 道聽圖書斷古 或者記憶力 實在是太差了 就是想揣改歷史 來看 揣改歷史 這個是最糟糕的 是 揣改歷史 就等於我們笑 內地的70年代 一打倒四人幫 然後那些歷史圖片 那些場合的圖片 還有那些四人幫成員 逃了它 在很官方的刊物 都會逃了那些被打倒的歷史人物 當時人們會說 這麼好笑 搞錯 明明那個人真的在這裡 尊重歷史 但是他們會逃掉它 如果說 刻意去刪改歷史 就等於用那種手法 就是盡量抹了你 或者是 將你矮化 或者將你消失 然後呢 就 說另一件事 將那個作品的某一個效果 就轉移了去別的 他們剛聽的人的身上 就將那些事實隱瞞了 嗯 我覺得大概都是 同樣的可笑 嗯 其實剛剛我們所聽的 就是有記錯 亂說 斷故 嗯 其實有沒有些什麼 你覺得是否 簡直是覺得 好像有心要做你 沒有 有些是否就是失憶 就是故意失憶 還有一件事要說的 就是這個 香港電影片的家協會 是 我是第二任會長 我就說 早一年多 收到他們一個電郵 現在現任的會長 我不是很認識他們 也都沒有看他們的作品 就是 他們已經是會長了 突然之間他說 我原用了十幾年 我是香港電影片的家協會 永遠榮譽會長 他說 你不應該這樣說 沒有這個鹹的 我們電影片的家協會 沒有這個永遠榮譽會長 這個鹹 沒有這個鹹頭 那就是說 我倒竊這個鹹頭 用了十幾年 為什麼 從九十年代中開始 用到今時今日 就不止十幾年了 就是我一直原用 我一直被我拜好 我都是有這個 有這一句 我是香港電影片的家協會 永遠榮譽會長 我一直都是用這一句 就是我倒竊了這個十幾十年 我說這個距離很大 於是我就和他們去理論這件事 因為我是第二屆會長 第一屆會長是南彥 第三屆會長是文進 在我卸任 我不記得我做了兩年 我卸任會長的時候 就是文進就上任 在那次的會議 文進是有 當初所有的委員說了 他說第一任會長 而穩定了會務 第二任會長 高志森是穩定了財務 的確我那兩年 無論我們的電影籌款 我們都和Cable 當時是做了十幾集的 講關於電影編劇的電視節目 是 當時Cable給了一個很好的價錢 我們去拍這個節目 即是請許滾文 上去講電影編劇 令到我們會的收入很好 我記得我卸任的時候 我們會的 應該當時是有 接近七位數字的經費 即存在 文進就很記得他說 他說 高志森穩定了財務 所以以上兩位卸任的會長 都是我們演變加協會的 永遠榮譽會長 完了十幾年之後 突然之間 早一兩年那個新的會長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就給我一個電郵 說我盜用了十幾二十年 那我真的很詫異 他的理據就說 沒有會議紀錄 但是當時的會議紀錄 不是我寫的 我已經為會長 那為何會議紀錄會沒有了這一句呢 於是我就問回很多人 問回林超榮 問回當時的莊澄 還有一兩個委員 我都有去問 但是你記不記得 是有這件事的 是嗎 還有文進自己也應該記得 他自己親口說的 然後很多人告訴我 事隔了十幾十年 當時這麼具體的事情 很多人原來是不記得的 最好的人叫做超人 他說是 你這樣說我記得 應該是有這樣的概念 是在會議裡有說過的 就是honor的那兩個人 第一任和第二任會長 所以有這個永遠榮譽會長 這個效果 你這樣說我記得 好像是下一個人 這個是 林超榮的說法 到了今天 如果我抗議完了 我聽到電影片的交協會 都還沒有給我一個答案 究竟這個永遠榮譽會長 這件事是什麽結論呢 到我今天我都沒有收到 當年的時候 其實開會應該有錄音 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 因為開會最重要就是 開完會之後 到樓下吃個 一起吃個飯 吃飯的時候很開心 唯一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電影片的交協會 最近的活動都沒有找我 包括他們頒了一個成就獎 給杜國威 honor杜國威電影劇本的成就 但是最多和杜國威合作的電影劇本 就是我 我是沒有獲邀的 是的 亦都在杜國威的成就的歷史裏面 將我許掉 嗯 是的 我沒有獲 因為我有些詫異 我跟杜國威說過 你的電影成就 是 這個dinner是 完全 你三五八八的那些 一起合照 個個打卡 但是 南海十三郎 我和春友的約會 換我同行 還有人間友情 好幾個大富之家 杜國威的電影劇 包括他導演的MISS杜十良 我是監製 前面那幾出我是導演 但是他的終生成就 關於電影的那個dinner 我是不獲邀 我是有點失望的 嗯 就是這樣 可能最終 大家都是 扯上了政見 我希望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 就是 一定是政見 就會說 要將所謂的 散改 甚至乎 就是要 隱瞞 隱瞞 不是隱瞞 是隱瞞 隱瞞 隱瞞就收起來 隱瞞就抹了它 哈哈 那究竟是不是 我相信 高度所說 就是 現在呢 仍然在山的人 還在 那如果是的話 那就問一下其他人 那你覺得是說 如果高度說錯 就問一下 是 不要緊 我今天以上所說的 如果任何人是有不同意的 都可以在你們求證之下 就是 向我指證 我就 我有我的忌野邏輯的 譬如我說 周志輝他是亂說的 因為他連那天拍攝過分鏡頭 他都理想不到 嗯 我拍完他 我才 周星馳才來 才拍周星馳的 嗯 那我拍他的那些東西 怎可能 在 他好像他所說 是周星馳的 就算人都未在現場 怎可能已經拍完他講的 他講的病癥 那完全是來自劇本的 百分百是我和高德超 寫好了這場戲的劇本 在現場拍的 是跟足劇本拍的 嗯 你知道不可以說成是 現場給周星馳 丟了個劇本 然後又在現場 從頭到尾都度過了 大家站著看著周星馳 你知道不可以說成這樣嗎 我覺得很奇怪 是 另外還有富貴逼人當中 說董彪去改劇本 是 剛剛高德也都說了 富貴逼人 和富貴再逼人 是沒有以上的情況的 是沒有 肯定沒有 因為董彪是 其實他最appreciate 就是和右足 就是完整的劇本 交到現場 他和阿緋姐是一致不改 嗯 起碼第一第二就是 改劇本這個呢 應該是陳學仁記錯了 是第三集 可能他的導演也是很高的 他是不是因為千萬記錯了呢 嗯 但是我看他在電影資料那條片 是講得很興奮的 很自信的 那麼他是不是刻意去 生改這個事實呢 嗯 生安白做呢 哈哈 另外舒奇導演 在他自己的網上的平台當中 就發表了說 他說十方 其實他的劇本 是來自梅艷芳歌迷會所弄出來的 是的 他的說法是歌迷會組織 提供了一個劇本給我 嗯 但是應該 這個說法 不是很準確 也都不是很公道 十方的劇本 是我領導之下寫出來的 梅艷芳歌迷組織 是提供了 有十幾個歌迷組織 收到回來的歌迷的故事 我是選了五個 選選這五個故事 真實個案都是由我去選選 嗯 是 而最重要來說 就是解決了我自己心目中的疑團 就是 張和榮的支票事件 是 那張支票是假的 就是東周刊登出來的那張 是東周刊的圖片設計來的 不是我提供給東周刊的 人家寫都不會寫張和榮的 那位真名都不是叫張和榮 是嗎 所以那張東西一定是留的 一定是東周刊的圖片設計來的 那當年張和榮在電台上就說 我提供一張假的支票給東周刊登 那這個他誤解了 是不是 這個是不可能的 有些常識都知道 是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你看過當時的東周刊 你看到那張支票的話 你會說我任何人都會說是假的 高度理都會說這張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是不是 沒有人會得到那張支票的 因為真那張已經 真那張 是拿去家屋報銷 就是我告訴你 我做過這件事 張和榮收了我的支票 退回給我 拿去報銷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可能會看到這裏 其實為什麼沒有一張真的出來 你想想 如果有一張真的支票出來的話 那就是高度 他自己爆出來 高度沒有想過說這件事的情況之下 突然間有記者問他 我爆什麼 我要沒有爆 我想 我沒有傻 如果說整件事 唯一有傻人就是 唯一有傻人就是 張國榮自己 我沒有傻的 大家要明白這個邏輯 就是突然間有一百萬人給你 他在一半天之後跟你說 我都是不要這百萬人 對呀 我為什麼要爆出來 我吃了檸檬 那你是什麼原因 我吃了檸檬 為什麼我要去東中海爆呢 說給人家 說給人家 我吃了檸檬 真的慘了 神經病 王八明包更加沒有意思 王八明包没有傻 不像 大佬他有傻 他有傻 打瘋了 張國榮有傻 張國榮有傻 弄到了人 他要搶的人 他應該要搶的錢 就要加馬 對吧 所以不一定 不可能加馬 所以他要加馬才會留到張國榮 最大可能是加和 加和 深不深不� 我不知道 我已經沒有辦法去批評 大家留意一下這件事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你個個關注於那張紙幣是假的 因為我說這張紙幣是假的 但那張紙幣是假的 那張紙幣是假的 人家都不對 我當日給他一百萬 寫出來的一百萬 後來他退回給我的 而那一百萬也是 都是假貨在錢那裏 back up 了我 那就是後來要退回 而最後的話 就是阿高杜剛剛所說的 就是這個香港東邊的家協會 就要求阿高杜 就不要再用永遠名譽會長這麼直行 我到今天我都還在用著 是啊 我不是說只有這件事而拿下 因為這個是我 deserve 的 嗯 我 deserve 的 那各位看這條片的朋友 可能是說普通觀眾 或者甚至乎你自己本身是從事演藝和諜的 你又怎樣看呢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如果看這條片的朋友 正正就是香港演藝 香港編劇家協會的話 也都歡迎你直接聯絡在高度 我相信你絕對有個電話 或者其他會員怎樣評價這件事 都可以說 希望大家都幫幫忙 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把這條片廣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加多人 都像你一樣 可以在高智深油管和輪進香港 一起暢素結 和一起留意一切的事件 今天呢 多謝阿高度 一起用心回顧 好啦 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